一向不走寻常路 老爱出事故的特朗普同志 又在一个外交场合闹了一个大笑话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就在不久前 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 按惯例 美方在机场为文在寅举办了欢迎仪式 本来一切都风顺风顺水 但眼尖的韩国民众 却发现有点不对劲美方提供的韩国国旗 居然是盗版的 原来 按照韩国国旗的标准样式 太极图部分的蓝色区域 应该是深蓝色 可美方使用的韩国国旗 这一部分居然是浅蓝色 乍一看根本是可乐的logo似的 十分惹眼 千万别以为这是韩国民众小题大作 试想 要是有人哪天把咱们的国旗改成粉红色 那绝对是重大外交事故 根据相关画面 文在寅当时从这个盗版国旗下信不而过时 显然没注意到国旗有问题 不知不觉成了百事可乐的代言人 替他们打了回免费广告 也不知道是不是百事公司征给白宫广告费了 竟然惹出这种笑话 事件发酵后 向来敏感的韩国民众 三分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表了自己的愤怒 和不买 有人甚至质疑道 太极图褪色 海美同盟也褪色了吧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在国际外交里出现这种事故 早在2017年 特朗普首次参加北约峰会时 不仅当场因为军费问题 把北约各国领导人集体对了一通 惹得各国首脑坐在台下集体黑脸 还在各国领导人拍合照时 嫌弃人家黑山总统挡了自个的路 一把就把人家推到一边 弄得黑山总统当时好不尴尬 还有一次 特朗普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 不知为何大耍小脾气 拒绝和默克尔握手 但默大妈也是个实在人 没灌注特朗普的脾气 以一种幼儿园老师 明示小朋友的眼神 盯住特朗普 意思是你爱握不握 不握自个边上玩具 少跟我来这套 话说特朗普这些毛病 也怪不得他 他老人家早年干的不是政客的活 是商人的工作 这些带有商人性质的性格作风 其从他早年的经历 就可以叹得一二 比如 著名选美节目环球选美大赛 其实就是特朗普名下的产业 当然 特老板办了一个这么高雅的节目 自然也得捞点进水楼台 先得月的好处特朗普的三任夫人 都是环球选美大赛的顶尖模特 尤其是他的现任夫人梅拉尼亚 魏远朗普小了二十多岁 当年可曾是名造一时的顶尖名模 书归正传 我们由此不难发现 早年在商场上 甚至在社交场习惯了野路子的特朗普 明显把这种处事风格带到了政坛当中 可政治博弈并不是商战斗争 在政治博弈中 双方的实力可以是对等的 甚至是差距巨大的 特朗普面对自家的模特 或是商战上弱小的对手 可以要五然威一把 可是出门搞外交 大家都是一国首脑 当中还不乏大国首脑 特朗普把那套小杏子 用到一国首脑头上 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 特朗普啊 长点心吧 咱别的不说 你先把百事可乐的广告费给结一下